飞虎首播口碑爆棚,烙戏骨演技爆炸,黄宗泽因为他最终黑化。 近日飞虎之前行级战一开播,就都被该剧的强大阵容给吸粉了。 而飞虎之前行级战是由优酷与邵氏兄弟国际营业联手打造的警匪片。 由苗角伟、黄宗泽、吴卓熙、张兆辉、王敏德、吴戴荣领衔主演。 可以说,主演都是一些老台演员,而且其中里面的配角也是很强大。 主要角色应该是高氏两兄弟,就是黄宗泽和吴卓熙饰演的高家朗和高家俊。 听说最后,两兄弟会板幕成仇。 而飞虎之前行级战刚刚开播,就好评不断,口碑爆棚。 而且剧中的场景全部都是实景,可以说,非常完美。 一开场还用了十升飞机,不过没有内地的飞机好看,而且,小编看到黄宗泽他们飞虎队的训练时,直接被吸粉了,都是一身肌肉,而且还都有八块腹肌啊。 小编十分的羡慕啊,啥也别说了,小编要去减肥了。 飞虎之前行级战的剧情刚开始就十分紧凑,案情也是一个接住一个。 而且,最终的Bots居然是黄宗泽妈妈,可以说,这个编剧真的很可以啊,完全是让人捉摸不透,真是没想到。 而且在剧中黄宗泽的父亲也是剧中最大的内鬼。 有网友透露说,黄宗泽也会因为他的母亲最终黑化,而饰演黄宗泽妈妈的饰演员吴隆威。 在飞虎之前行级战中,郑家影的女友陈凯琳也这部剧中出演,而且还是女主角,并且和吴卓希在剧中产生了感情纠结。 还有姚乔伟的角色,又是和卧底联络员吧,其警队派出的卧底都被大量清查,自己又揪不出警队籍的卧底,超级跳戏。 可以说,分分钟跳到使徒行者中,而且,很多演员都是使徒行者中的配角。 真的想快点看到黄宗泽黑化的样子。 同时很多网友认为,因为这部剧即使跟无限关系不大,而是由邵氏电影和优酷合作的。 从场景特效,到镜头光线,都是浓浓的电影感。 虽然感觉好像挺高大上的,但是小编总觉得少了点亲切感。 小编不太专业,不过确实可以明显感觉出颜色、对比、光线等等,已经不是TVB的范儿了。 镜头其实不是主要的,主要是因为大家看看这部剧的主要演员,黄宗泽、吴卓熙、苗乔伟,包括跑来唱主题曲的林峰,都是一帮离朝演员。 都是吹过内地的东风的,就差再把飞护对长,另一个离朝南什么德中也拉过来了。 当然,除了这些已经混出名堂的人以外,这部剧还有不少的惊喜。 比如目前为止的Bots,一下子想不起名字,反正我一直叫他慕容哥,或者牧师。 哦,想起来了,叫梁列维,其实经常看TVB的都知道,这哥们,就是TVB运用错祸。 所谓的错祸,就是指内心很善良,但是能力却很弱,很可爱很搞笑,还爱装逼,观众特别喜爱的那种角色。 就拿成名作试图形者一来说好了。 最能让人记住的,就是他走路的姿势,和他出场自带的BGM。 小斌曾经经常在开心的时候,学他走路,嘴里哼住那个BGM。 不过在之前和马德中演的《两部飞虎》里,梁列维出演了《飞虎队》的第二高手,狙击手庄卓元。 这基本上是小编对他错祸以外的角色的唯一记忆。 而这部剧就更牛了,直接演Bots。 这个Bots可不得了,除了继承了装着原高超的狙击技术之外,还能灵活运用心理学技术,医药学技术,黑客技术,炸弹技术,全息影像技术,大数据技术,人肉技术等等。 Bots可不得了,伸手也不在那些警阯精英之下。 不仅能轻松找出埋伏在社团里的警阯卧底,还能让不少的冒黯然,平时总把什么正义,公道放在嘴边的警阯高层替他卖命。 仅仅七集,他已经让陈山聪这个看起来藏得很深,还在社团混得不错的狗哥领和饭。 郭正宏这个为了前走投无路,出卖童谣,但却有自首念头的可怜虫,被自己多年的兄弟开枪打死。 郭正宏这个曾经坐过卧底,并且刚刚神职的警队英雄黑化。 苗乔伟这个智慧与美貌并重的老江湖不敢轻聚妄动,生活如履薄冰。 郭正宏这个永远冲动的热血警察,在一次丧失理智,居然想到天天去骚扰社团就能查到真相。 可以说,这几集,几位,the best of the best,就是两列围的绿叶。 即便没有猪一样的队友,生一样的对手,也还是十分可怕的。 像当年,猜最后一个卧底是谁的时候,看住这张海报上慕容哥的霸气造型,小编就曾经声称过,愿意也一块钱,赌他是最后一个卧底。 因为图上其他几个人,和他们的姿势,差不多能和当时的剧情对应上。 哪里知道,这海报跟剧情是不对应的,剧情里,这个张慕容,从来没有这样的形象出现过,最后一个卧底也是没啥存在感的高海宁,个人感觉这个伏笔简直就是逗观众的。 要知道,当年使徒行者一特别火爆,猜最后一个卧底是谁的风潮热度,不亚于未来几个月猜谁是世界杯冠军。 而今天,慕容哥终于可以崛起了,来个帅气的打枪造型,这次这把枪才真正掌握在你手里。 更可怕的是,这个神对手,只是冥界三巨头力出来大头炮的,后面还有一个赵梁双杀之一的黄子恒,和一个终极老大吴永威。 尽管不算是纯种TVB,但是这部剧的演员阵容,每年台庆剧也不一定比得上,因此,还是值得一追的。 特别是像小斌这样有优酷会员的大高丸,不追一下,简直没法体现出自己的优越感。